大家好 对因为前面刚刚之前直播的时候 有一段没有录上 所以说我会补录这个前半部分 对然后后半部分的话呢 会是另外一个这个separate的这个link 对然后好的 我们今天的话的主题是这个高中数学怎么学 然后特别是对于我们正在学代数二 然后我即将去学这个precalculus的孩子 我们如何能够去学好我们的precalc 然后去拿下我们的高中数学全A这样的一个成绩 嗯好的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我们在precalculus里面会遇到的一些这个常见的问题 那么比方说呢 其实很多的家长会去问 就是说哎 听说precalculus好像很难 我是否是需要能够去提前的预习呢 或者是说我们想去提高这样的一个数学的进度 能不能去跳过我们的precalculus 那么以及呢 什么是AP precalculus 我到底是否有必要去参加 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呢 都非常的常见 也是我们今天的讲座会去重点回答的这几个问题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的部分会去分为三个大块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AP precalculus 是否重要 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学好我们的precalculus 以及我们最后如何去把啊 就是我们think会给孩子提供哪些的高中数学的课程 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的AP precalculus 是什么东西 以及它是否重要呢 那么在整个的美高的数学体系里面 其实它的数学课的选择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自由选择 选择而是要去根据这个进度 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下去学习这样的一个数学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体系里面 就是大家可能会就是去想一想就哪一个课 它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度提升的 是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gap的 那么其实的话呢 很多的家长会去觉得就是B或者C 特别是C 我们的AP calculus 是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这个鸿沟的 那么这个想法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因为呢我们在整个的体系里面 我们的AP calculus 它是属于一个大学level的一个课程 但是呢 algebra1到precalculus 还是高中level的一个课程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从高中到大学 它自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过渡 那么这个过渡的gap 它是取决于我们的precalculus 是否学好 如果是说你的precalculus 学的不错 学的挺好 那么其实你的衔接ap calculus 是会能够更加的顺利的 那么相反 如果是说你的precalculus 学的不太扎实的话呢 你去到ap calculus里面 也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的 那么为了说明这个观点 我是找到了一个这个MAA 他们一个非常官方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呢 它这个跟就是唐葫芦一样的这个就是图形呢 大的这个圆圈就表示人数越多 那么圆圈越小的话呢 就表示人数越少 那么我们先去看一个这个 就是唐葫芦 我们先去理解一下这个图像 那么我们看到在algebra one 这样的一个就是 这个图像里面呢 它的a的这个占比是非常大的 大部分学生都是能够去拿一个这个a 那么有一小部分呢 是去拿一个b 那么c和d的话呢 基本上没有 但是呢 从geometry开始 geometry和algebra two 我们会发现c的这个比例是明显增大的 那么它主要是会去分掉一些这个 就是b和a的一些这个比例 那么c的话呢 会明显增大 那么等到了我们的这个precalculus之后呢 会发现我们的a和b的这个比例 居然都已经差不多快一样了 就是可能就是a还是会多一些 但是我们会跟就是前面的这个对比 会非常明显 就是precalculus呢 它真的是一个比较难的这个课 但这个课它难 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那么这个纵轴其实表示了这个孩子 他进入到这个 就是calculus之后 它的一个calculus的一个成绩 那么如果是按照一个80分的这样的一个基准 就差不多是b减这样的一个基准 先来说的话呢 如果是说他在precalculus能够拿a的话 这一批学生 他们在就是平均数的这个层面上 一定是能够去拿到 就是b以上的这个成绩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这个indicator 那么跟这个algebra1 geometry algebra2相比会发现 这三个课它还是会跟这个线 是有这个重叠的 但是precalculus它是明显的会去提高 我们calculus的一个这个成绩 那么所以说呢 precalculus它虽然难 但它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是需要能够去学好的一门课 那么大家也可能会去想 那么precalculus它虽然重要 但如果孩子的进度比较慢的话呢 我们是否是需要去学这个precal 或者是我们直接去 暑假上个课把它去跳过呢 那么其实呢 我这边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说 我们的成绩一定是比进度是更加重要的 那么如果是说我们是为了就是赶进度 然后去牺牲掉我们的这个成绩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不建议去这么做的 那么进度方面 我们其实最晚11年级学ap calculus bc 就已经足够了 这已经是一个不算晚的这样的一个进度了 但是呢我们的成绩权a 它是申请名校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那么所以说呢 如果是说孩子目前还比较小 还在初中的话呢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赶这个进度 因为你有时间去把技术给它巩固好 那么到了高中之后 你的首要的这个目标 还是要去保持一个gpa4.0 然后才是去谈你的这个进度的这个问题 那么举个例子 名校的这个招生的标准 都会把这个微积分去给它单独的列出来 像这个宾大的沃顿商学院 或者是cmu 他们都会特别的去说 孩子需要能够有一个strong preparation in math especially calculus 他们去特别把calculus给它去拎出来 去说是希望孩子能够去有一个强的这个calculus背景的 那么ap calculus它拿a容易吗 ap calculus的话呢 它就是肯定是一个非常难的这样的一个课的 因为ap是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个大纲 就不管孩子的学校 它的这个就是学术能力是强还是弱 这个ap calculus它都是一样的 我们每年的这个考试都是全国统一的 那么因此呢 学校的一个pre calculus的这个内容的深度和难度 它会直接去决定了孩子 ap calculus的一个成绩 那么部分的学校如果pre calculus它难度不够的话呢 是会非常影响我们的一个calculus这个成绩的 或者是呢 我们可能之后再去选课的时候 它不能够直接去选calculus bc 只能够去选一个calculus a b 那么这个其实在就是目前的这个美高里面是非常普遍的 这也是因为呢 可能大家把进度赶得比较快 所以说其实基础不一定特别的扎实 那么对于这部分学校呢 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个课 它在这个mass analysis pre calculus上完之后 它只能够去选一个ap calculus a b 那么bc的话呢 它其实是要去等一年才能够去上这个calculus bc的 那么其实呢 在这样的一个选择里面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 那我去上一个ab这项bc不也是没有问题吗 也是ok的 但其实呢 calculus a b和calculus bc的区别 就像是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数学课和honest数学课的一个差别 那么官方它也是会去说 ap calculus bc的话呢 会包括所有的这个ap calculus a b的八个units 然后只会去额外增加两个这个units units9和10 以及一些部分的这个actual topics在6和8中间 那么所以说呢calculus bc 它其实就像是calculus a b的一个honor课 一个荣誉课 它可能学的会更加深入 但大部分的知识点都是相同的 我们学完calculus a b 其实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学一个calculus bc了 就可以想一下 一个学完calculus a b的孩子 他再去学calculus bc 他可能第一个学期是完全一样的一个这个内容 他并且前八个units都是一样的 他去上完全一样的这个内容是根本没有必要的 因此除非是学校 真的是要求孩子上bc之前必须上ab的话 不然数学好的孩子 一定是要能够去直接去选bc的 这个你一定不要犹豫 就跟我们去选honors是一个一样的逻辑的 并且呢我们去考这个bc的考试 它是会去包含一个ab的这个subscore 比如说你考了bc之后呢 也是有ab的一个考试的这个成绩的 那么说到这个衔接calculus bc 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够去更好的去衔接我们的calculus 乃至我们的calculus bc呢 那么其实college board 就是我们ap的这个calculus的这个 就是提供的这个呃就是机构这个公司 他们也是会去开发了一个 就是真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课程 就是我们的ap pre-calculus 那么college board再去开设这个课程的这个初衷 他的目标就是能够去把全国的这个不同的precalculus 这个大纲给他去做一个就是呃统一的一个这个呃考纲 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大纲 能够让孩子们能够去更顺利的去衔接我们的ap calculus 那么他作为一个就是全国统一的大纲 他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ap pre-calculus 他就是一个ap课 他就属于ap的一个体系 所以孩子能够去提前的锻炼ap的这个题目类型 那么不管是选择题还是简答题 孩子都能够在这个precalculus里面就已经去先锻炼好了 第二就是他的内容完整而且标准 他就是为了去衔接我们的calculus bc 而去开设了一个课 因此呢他是能够更好的去衔接我们的ap calculus bc的 并且呢ap pre-calculus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ap的考试 我们去多学一个就可以多参加一门这样的一个ap的考试 那么多考ap考试他有什么用呢 那其实用处也是非常大的 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这个ap的这个考试的话呢 其实从九年级开始就可以去考这个ap考试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之前college board的 就是去年他release的一个这个数据 那么在去年里面呢 11年级的这个考生是有90万之多 那么可以大家可以就是去想一下 就差不多呢每年的这个 就是高中毕业生里面有90万的这个ap的学生 而且他们都会是去准备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学申请的这样的一个基数 那么在这90万的学生里面 差不多23万就30%的这个考生 会在九年级的时候去考一个ap的考试 那么另外的话呢 会有60%的学生会在十年级的时候去考这样的一个ap考试 那么ap pre-calculus作为一个ap考试呢 他也是可以去提高孩子们的一个ap的门数 去提升我们的一个大学的这个竞争力 那么特别是pre-calculus其实我们在九和十年级就已经可以去学 可以去考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不能够错过的这样一个ap的考试 好的那么说完我们的这个ap pre-calculus它非常的重要 下一个问题呢可能就是我们的pre-calculus 那要怎么去学才能够把它学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会去总结了一下 我们的pre-calculus的一个三大学习难点 第一呢就是我们遇到复杂的函数 我们不会去拆解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表达式 孩子们如果不会拆解的话呢他可能就蒙掉了 对我之后会给大家一个例子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三角函数算的比较慢 正确率也不高 第三就是考的和学的它有gap 我们考试可能是去好好的就是 我们好好的复习也好好的去学了平时的这个知识 但是呢考试成绩它就是不好 就是提不上去到底是为什么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个gap 我们的拆解函数是我们高中数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那么这个能力的话呢就是他会去把一个复杂的函数 给它拆成一些这个初等的这个基本的函数 那么比方说呢这一个题目就大家可以不用去特别注意这个题目再去考啥 我们就去看这个函数表达式本身 这个函数它看似复杂 但其实呢如果是有这个能力的话呢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对数函数和一次函数 复合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么只要掌握了这样的一个复合原理呢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个题给它去解出来 所以说呢我们只有去掌握了这样的一个拆解函数的能力 才能够去真正的去理解一些这个原理和这个公式 那么我作为就是之前在就今年在教这个Algebra 2 Precalculus 这个老师的话呢 我也是有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方法 那么在Think Academy在我去教这个课的时候呢 我先带孩子们去复习一遍这个所有的这个初等的函数 那么比方说呢像这个就是一次函数 一些长函数二次函数 我们都会去把它先就是看一遍先复习一遍 孩子们肯定是学过这些函数的 他只是没有一个机会把它们都列在一起 都去看一看比较一下 那么有了这个第一步之后 第二步就非常的简单了 我们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 从一些比较就是显然这样的一个复合函数开始 我们去学会拆解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么比方说呢这样的一个函数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数函数 然后去复合到一个这个二次函数里面的一个表达式 那么所以说呢就是我在就是想去找一些反例 我想去看我们班上的孩子他做错的一些这个题目 那其实在作业里面他也是没有就是没有什么错题 基本上都是做对的 所以说也没有找到这个反例 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方法还是非常有效的 孩子们在去学完了之后呢 他就是能够去很好的把这个就是函数给他去拆开来 然后去把这个复合函数给他去理解好 那么这个能力他其实在calculus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在calculus里面呢 他会去把这个一些像球导啊那些 他会把这个函数也是要去给他看成不同的这个复合在一起的函数 然后去解题 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在precalculus 我们要花时间去培养这个能力 因为他本身就是calculus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好的那么第二个难点就在于我们的三角函数 就大家都知道三角函数是一个algebra2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这个难点 那么他同样的话呢 也是会去决定我们precalculus的一个学习的这个效果和成绩 那么我们在说学过了一些基础的三角函数 precalculus它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那么首先的话呢 precalculus它会去学习更加复杂的这个三角函数的一些公式和这个题目 那么左边的话呢 是我们在algebra2里面必须掌握的这个三角函数的这个公式 那么就包括了像这个一些最基本的就是tangent cotangent一个定义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勾股的这个三角函数的公式 以及我们的一些就是正反这样的一些三角函数 那么到了precalculus里面 不仅仅只是这一些公式 我们还会去学习一些像这个 就加减一些这个pi或者二分之pi 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就是背角公式 一些合角公式等等的一些这个公式 我们都是会在precalculus里面去继续的加深去学习的 那么这么多这个公式 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学习三角函数的时候比较难 那么其实大家会发现 孩子们在去学三角函数的时候呢 也是会非常的吃力的 那么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三角函数 孩子们可能会去算的非常的慢 那么这个慢的话呢 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呢是我们可以去解决的 慢这个原因呢 我总结下来一共是有这三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弧度质和角度质 还不能够熟练的转换 就孩子们可能会清楚 就是sine 30度 它等于二分之一 但它可能不能够很快的反应过来 就是六分之pi 其实就是三十度 那么所以说呢 他看到sine六分之pi呢 他会先去想 那这个角度是多少 他花一些时间去想 哦这个是三十度 然后再去得出一个结论 是二分之一 那么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是一个就是说六分之七pi 对吧 我们还要再去想一个 他加pi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就是漫长的一个这个就是解题的过程 第二个就是公式不熟悉 我们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表达式 我们想去计算 但是我可能不知道哪一个公式 是我要去第一个去用的 你给他一定的时间 他还是能够去算出来的 但他可能会算的比较慢 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计算 他容易出错 这个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 那么我给就是我们班的孩子的目标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类型的题目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evaluate这个三十函数的一个题目 那么每道题的话呢 是不能够超过20秒的 那么这个能力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一定要去培养 因为我们到了这个calkus里面之后呢 他去做更复杂的一个题目时候会发现 你的这个evaluation 他只是一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的这个步骤而已 你如果这个步骤你就要花比如说就是30秒一分钟去做的话 你的整个题就会非常的耗时间 你也做不对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在precalculus里面 一定是要能够把三角函数去给他练的 足够的熟练的 那么三角函数为什么算的慢 我们的本质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练习太少了 我们没有足够的练习去准备这个三角函数 那么因此呢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的福利 就是我们的这个三角函数的练习测 那么我们会有一个precalculus的一个体件的这个测试 那么完成测试之后呢 就可以去领取这个60道题的一个三角函数的练习测 包括我们的弧度质和角度质的转换 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常见的三角函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values 都会在里面有这个就是体现 那么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测试的本身 是可以帮助孩子去先预测一下 他的precalculus的一个成绩的 我们可以先知道自己在去学precalculus的时候呢 会不会遇到一些这个问题 那么最后我们测试的链接 会在我们的precalculus学习群会去分享 那么如果是说没有进去的这个家长呢 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加入这个precalculus的这个学习群 那么第三个难点 就是我们考的和学的可能会有gap 那么这个gap的话呢 也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我们precalculus 它这个课程本身 就会去复习到我们整个的这个 就是初中的一个代数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个可能学的内容 是我们precalculus的这个内容 但是题目 他一定不可能只考precalculus 他会去考我们所有的从algebra1 到algebra2的所有的这个内容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去看这个孩子的这个题目也会发现 他可能再去学这个就是 就是等笔书练的时候 就我们的这个precalculus的知识点 他是学的比较好的 但是呢 他的出错的这个点 在于他去解这个分式方程的时候呢 忘了不应该直接去乘一个代数表的式 那么这个呢 是他的一个做错的这个原因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的整个precalculus 他一定是要去能够综合运用 我们的这个代数的知识的 那么最后 我们的一个总结就是 学好precalculus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以下的三个 第一个 就是我们千万不能靠自学去突击 这个呢 是适用于我们想去 提前就是比如说 花一个月把整个precalculus学完 或者说我们就是平常不学 然后考前再去复习 千万不能做这两件事情 我们一定是要能够去扎扎实实的 把precalculus给它去学好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授课老师 非常的重要 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带着孩子 去把这个题目给它拆解开来 然后让孩子能够去把一个难的知识点 去给它变得更简单 然后去能够更加的学好 最后就是我们足够的这个练习题 是需要能够去保障的 我们就练得多 才能够更加的熟练 好的 那么最后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think 高中数学课程的一个这个介绍了 那么在think的话呢 我们的高中数学课程 主要是有这个algebra 2和这个precalculus 那么algebra 2 honors的话呢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奇怪 为什么要去介绍algebra 2 honors 因为这个课的话呢 是我们一个algebra 2的快班 那么它的话呢 会在一年时间之内 去学完algebra 2和precalculus 就是能够帮孩子 不仅把这个就是基础打得更扎实 而且还能够去加快一个进度 那么我们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呢 就是通过去提前学习algebra 2和precalculus 我们去准备好学校的一个就是课程 同时呢 作业老师都是非常 就是足够和专业的能够帮助孩子把这个支持点给他去学得更好 那么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会有这个precalculus的这个课程 那么ap precalculus的话呢 它是一个适合我们学完algebra 2和integrated math 3的孩子去参加的一个课程 那么它可以去巩固我们的algebra 2到precalculus 去衔接我们整个ap calculus bc 那么也是能够去把校内的成绩给他去巩固好 然后也能够去拿到一个ap考试的一个五分 对 那么大纲的话呢 我们会去学习整个的ap precalculus的一个大纲 那么暑假的话呢 主要是我们的函数的总复习 和我们的一些函数的进阶的性质 和我们的指数的函数 那么我们的秋季的话呢 会去focus在我们的三角函数和我们的极座标 去帮助孩子把整个precalculus的基础给他打扎实 那么同样的话呢 我们每节课后是有一个完整的学习闭环 能够帮孩子去把每节课 就是去搭配足够的练习 然后能够去把这个每节课的这个内容 都给他去消化好 OK 那么最后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个precalculus大体检 那么您可以扫表这个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这个就是微信群 然后就可以把那个链接发到那个群里边 然后孩子就可以去练起来 然后也可以去领取这样的一个练习册 对 不要忘记做完测试之后呢 4.5 领取我们的这个三角函数练习册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全部内容了 然后非常不好意思 就是我要重新录制这样的一个就是回放 对 但如果是说您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您可以扫描我的这个就是二维码 对 然后我把这个二维码放到这个地方 对 您可以扫我这个二维码 然后可以就是添加我的微信 然后我们可以去再深入的沟通一下 然后以及帮孩子就是去制定一个好的数学的学习规划 OK 好的 那就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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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咯 jako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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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